激活未使用的iPhone 15 256G 终于被阿浩拿下了 美版无锁 黑色的 还有iPhone 15 Pro 512G 都是激活没有使用的机器 因为是美版的机器 所以它的机框比较好 充电只充了一次 外观是一个新机的一个外观 像这种苹果15 256G的国航 目前还有一个60张 但是美版无锁 同国航一样 双卡双待插卡 既用的这种机器呢 目前已经跌到了一个47张 相对国航来说 少了13张 都是新机双卡双待 因为有一个粉丝 要阿浩帮忙找一个苹果15 256G的 他不要那么大的一个屏幕 因为他老婆之前用大屏幕的 经常会摔掉 所以来个基础款的 相对国航来说 省了十多张 因为今年的大环境比较差 他说能省一点就是一点 而且有一些粉丝说 阿浩你这也不便宜呀 兄弟 国航的60张 这个拿货47张 加上阿浩的一个200的一个 采购费 也省了一个11张 11张 拿去买猪肉都能买几十斤了 你真的当阿浩能帮你省30张 20张吗 是不是 如果阿浩有这个实力的话 我直接开档口 每天卖几台机器 我就可以连入百万了 是不是 相对来说 能拿到原装机 省了1000多 那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因为机器都是同样是 富士康生产的 会过日子的人就会算账 是不是 国航的就算你拿过来 只要激活了都是一个二手机 二手机的定义就是 只要是激活的机器就是二手机 好吧 15Pro现在是一个67张514G的 我是华强北二号 每天分享一个 华强北的一个最新行情 有喜欢数码产品的都可以关注我